水泥地被震到裂開來 常常裂縫一路裂到家中農地 巨大裂縫将近有一个拳头宽 深度将近一公尺 博游路路面隆起错位 平滑的地面变成四分五裂 来到村民的家中更是满目疮痍 完整的家几乎被裂縫分成了两半 民众有家不敢回 就怕余震再来 连命都保不住 把尺放在地上明显看得出来 地层下陷至少二十公分 平行路面变成斜坡 宝特瓶一放下去就滑了下来 门口裂縫伸到连尺都不够用 很多村民的家因为地震成了围楼 没有办法住也没水没电 不知道要去哪里煮饭 甚至连洗澡都只能偷偷去西边 这里是台东池上乡的大坡村 因为刚好在断层带上 灾情也很严重 住户雨气无奈 希望地方政府善心人士能多帮忙 而附近的振兴村灾情也不少 柏油路面因为地震受到挤压 变成一座小山 居民说因为当地是农耕经济为主 住户年纪都比较大 余震不断让他们好几天不敢睡 村里面的平房也大多都四十年以上 地震让墙壁屋顶都坏了 一般道路也受到影响 村落居民组成自救会 希望透过彼此帮忙协助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重视 能靠着大家的帮忙 快一点重建家园 恢复正常生活 华视新闻刘一军陈军毅 梁洪志台东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喔 站起来 请不吝点赞